雷歐聊世紀天天中心 大家好我是雷歐 今天來看條隊人對上蒙古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通道地圖 這場比賽很特別 條隊人對上蒙古人 條隊人這個文明最怕的就是馬公文明 因為他沒有耕種技術 即使除了游小也會被馬公被追著跑 或是被拉打非常痛苦 而且他的肉馬也不能升級 所以就算遇到大量的馬公 也不能使用海量騎兵作戰去壓制 所以這場比賽實際上是條隊人的全面大敗 你要答應馬公文明實在是太困難 但是還好他的戰毛兵有這個三級的工兵鎧甲 所以遇到馬公的話還是可以用戰毛兵稍微打 但是他的射程實在是有夠短 那條隊人他的騎兵跟步兵 城堡實在開始就會加一點的近戰防御力 所以遇到蒙古的騎兵來說 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但是到了後期 條隊人可能還是要多靠炮門多口這個科技 用城堡超遠的射程去控制地圖 或是控制敵方的黃金會比較適合 那條隊人擁有免費的抗招響能力 而且是團隊加成 所以團戰你選條隊 隊友都可以受益 那他的後期還可以讓他的 這個農田 不是後期 他的條隊農田前期就很便宜 那後期還有三級農田 所以意思是說呢 農田後期呢 條隊人這個木頭 省下來的東西是非常多的 可以轉出更多的肉 去出這個肉馬 或是出這個步兵出現 去攻擊敵人 或是直接轉出大量的生旅 去走遭響路線 都是可以考慮的 或是走這個工程器也行 還有這個工程 這個鋼鐵甲 可以做使用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蒙古人 蒙古人的特色呢 是他吃野味的時候 可以吃的速度更快 不管是要吃野豬啊 或是鹿群啊 都是有這個速度上加成 那蒙古人呢 他的馬功是最麻煩的 攻擊速度最快的 而且肉馬跟草原奇兵都有攻速加成 但是他到了中後期 經濟實在是有點差 所以蒙古人在城堡時代 還是一個很關鍵的時期喔 能不能產出帝王 產出帝王時代的蒙古圖記喔 就是看他城堡時代的接續打法了 好 那這張地圖是遊海地圖喔 所以開局時喔 還是要多多先去伐木 然後產出第一艘漁船 可以讓自己經濟喔 非常好 那這個開局方式 最好是一開始是五個人去伐木 然後趕快開下碼頭 那蒙古這邊的開局喔 更加適合 因為他這邊 需要吃肉的村民更少 只要吃這個野味的人喔 大概五到六個人喔 就可以穩定不斷存喔 其他的村民喔 就可以趕快去伐木喔 然後產出第一艘漁船 自己的經濟優勢就非常巨大了 那蓋這個碼頭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喔 把碼頭蓋在這個海冰群旁邊 蓋完碼頭的村民喔 就可以立即去旁邊撈魚 產食物喔 經濟相當的好 好 MBL喔 自己把自己的村民給圍了起來 不想被肉馬給騷擾 畢竟前期沒織布 肉馬是能抓掉村民的 那通道地圖 算是我很不守的一張地圖 這個地圖看起來有點像是 帝國戰爭地圖 有一張地圖也很像這個地圖的感覺 這個聖物都在海上 那海的部分呢 感覺魚是蠻多的 這個大魚喔 就有破萬的食物了 搭上小魚的話 至少2萬 快要2萬左右吧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有多少 地圖上的食物 總共來到了1萬7 差不多快2萬沒錯 好 那現在條頓人點下了封建時代 唉唷這個是什麼東西 九村出門 條頓NBL要來走塔公路線了 那這場比賽 YN4 這個玩家他的分數是2250分左右 NBL則是2700分左右 所以這場比賽也是差不多500分 NBL是否是小看了蒙古呢 還是覺得自己後期沒希望 先來插劍塔呢 不知道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波塔公 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前面先拉了三隻村民 敲了一些木牆 拉了村民過來扁了一下 不先插塔 因為還沒有到封建時代 好到了封建時代 來 紅古這邊第一時間要插塔嗎 但是應該是來不及 這個塔應該是來不及建起來 絕對劣勢 完蛋了絕對劣勢你還要插 不是吧大哥 收村 收村射他 完蛋NBL第一時間沒有收村 有點可惜 這個劍塔有點射不太到 尷尬了尷尬了 劍塔還是建起來 但是對手有敲劍塔的優勢 沒想到NBL這一波 沒有辦法拿到更大的優勢 明明是條盾塔公 卻好像沒優勢一樣的感覺 好直接放棄了 吐了 剛剛絕對優勢的情況下 居然 對方禁塔也是蓋起 那這邊村民 九隻其實有點多 遇到這種塔公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重點 就是要做這個連環塔 因為你要做連環塔 你條盾塔公的優勢 才會放得更大一些 箭矢數量夠多 才可以打出村民差距來 好但對手家裡的村民數會比較多 所以拉過來打架的人也勢必比較多 好兩根劍塔同時拆除 有機會 直接先扁死了這隻肉馬 殘血的村民要不要先拿下呢 好條隊人 MBL好像要放棄了吧 好把殘血的拉走 血多的過來打架 好又拉了幾隻村民過來 好塔公沒有放棄 但是蒙古這一波交戰只死了兩村 已經算是很好的結果了 那MBL這邊的碼頭只有兩艘魚船 條隊這邊是比較落後的 蒙古則是有六艘魚船 這個經濟非常好 即使不太慘肉 也不太會斷村了 好但這邊又來了 槍兵配上肉馬 開始直接手撕村民 但村民也是直接回頭反打 這隻村民被拿下 這根劍塔要被劍起來了 好趕快射 先射肉馬 肉馬射掉漂亮了 好但村民現在要打 打後面的村民才行 趕快扁趕快扁 全套扁起來 肉馬又過來 好收村 把村民圍起來 自己抓掉一村 第二村有機會嗎 哇再圍一個木牆嗎 哎呀又倒了兩村 條頓這一波死傷慘重 來到六村 再來一根 一根不根你有來過第二根嗎 哇NBL這個塔工是多少人 好像不止九個人 哇靠這個是來到十五村 十五村塔工 經濟完全不管 只要穩定不斷村 就行 這個數量有點龐大 好挑戰這一邊猛攻 NBL正在探索地形 看一下你家裡面有什麼重要資源 好這邊TC 要小心 好補了一根劍塔 這裡再補一根 繼續升差 連環塔 Cover連環塔 然後把這個劍塔給圍起來 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就不怕對手過來手撕劍塔 好這裡殘血村民先拿下 蒙古人這邊打得漂亮 NBL塔工繼續升推進去 這裡要再補一根劍塔 沒有喔 沒有要補 還是直接幹他骨子吃 喔沒有 想要來控下石頭 蒙古這邊石頭非常缺乏 眼鏡沒有任何的石頭可以繼續對應下去 好又插了劍塔了 這裡要趕快蓋房子才對 NBL這邊蓋塔好像慢了一點 OKOK趕快 過馬過來了 劍塔 劍塔蓋不起來嗎 50% 劍塔繼續蓋 蒙古的劍塔已經反超了 80% 後面的肉馬還在騷擾當中 好 劍塔蓋起來 收村 開射 好 射掉了一村 肉馬的血量掉的有點快 再拿下一村 出來集火 點掉 後面再補一根劍塔 但是後面的劍塔也在速出當中 後面村民會有點危險 這個劍塔感覺位置不太好 應該要蓋這個位置才對 NBL這個劍塔出現了失誤 這一村被拿下 完蛋 這個劍塔可能要再蓋一個人在後面 再補一個人在後面 但是石頭夠嗎 夠 但是村民死的數量有點多 趕快再補 NBL有點忙不過來 說明還在繼續扁 好 蓋好劍塔 要趕快修理 收村 放出來 繼續修 打架 肉馬先集火一下 OK 細節有做好 但是劍塔又被拆掉 蒙古繼續推 這時候繼續去打就對了 OK 漂亮 蒙古人直接拆掉了 條頓人的 塔 攻..攻勢 這一波 NBL 我覺得 算是大虧了 大虧了 好 槍兵解決掉 好 這根劍塔又再次建起來 這裡要再補嗎 但是沒有石頭了 喔 殘血的村民要不要先收到劍塔裏面補個血呢 還是直接採果子 蓋個魔房 補個果子 吃一下肉 拉了更多的村民再來 漂亮這一場 這一場好刺激啊 開局就打成這樣子 那我就在兩邊的細節都有做到 雖然剛剛NBL有點失誤 確實被反推回來了 原來他剛剛那根劍塔 不能進在人家的射程範圍內 他那根劍塔很難建起來 那蒙古人這邊一直出肉 確實效果也不錯 也有做到一些事情 好 再收個兩村 蒙古人的說明術遙遙領先 經濟上也是 防守的那一方還是比較舒服的 只要會對應喔 條攻的優勢喔 應該說塔攻的優勢喔 本來就沒這麼巨大 好 蒙古人這邊對應相當得體 那現在這根劍塔重新補下 好多人應該是沒什麼機會去點一擊射 兵工廠也很難下 因為五個人伐木而已 那現在田也被 不是田喔 那個漁船也被燒爛了 蒙古現在漁船的優勢非常巨大 結果兩邊地區都在順利捕魚當中喔 好 失去海圖優勢的MBL 經濟開始轉往陸地 直接撒農田 反正我農田便宜 不點一技能好像也沒差 拉了更多村民過來 想要打出自己的劍塔人口優勢 因為條盾的劍塔可以住近十個人 那一般的文明喔 就只有五個人而已 那傷害呢可以到達八點喔 0加8 所以這個劍塔的傷害喔 非常高喔 好 這裡拉了村民過來打架 這條劍塔 用劍塔去來輸出 村民直接硬扛洛馬的傷害 後面有劍塔的傷害還不錯 可以cover住一些傷害 但是還是被抓掉了幾隻村民 洛馬過來 一直過來送 又在抓一村 漂亮的蒙古 好 上方這裡 補了一個冰工廠 好 現在家裡直接過來手撕 這裡想要再補一根劍塔 蒙古沒有石頭 石頭在上面 好 收掉 這裡要不要直接騎一根劍塔 原地騎塔 白癡阿不對阿 MBL 這根塔你要確定欸 對 你蓋錯了吧 okokok 剛剛有點太激動 不好意思 講出了一些不好聽的話 哈哈 不是阿 剛剛的塔一看就是 有點在送阿 有點在送 雖然我知道MBL的心態是 我要趕快繼續升插進去 但你升插之前 還是要確保這根塔能不能騎起來 這個是塔封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說你想插哪就插哪 也要先思考一下 自己的插塔成功率 跟對方的抵抗能力 還有這根塔能不能透過 自己的連環塔去cover起來 這些事情 所以塔弓也算是很複雜的一環 但是效果一直以來都不是很穩定 有點吃對方反應跟自己的操作 好 劍塔蓋得起來 這裡收村 好 收村 弓箭手出來 說明上去扁 扁這個劍塔全部扁 反正後面有劍塔輸出 NBL不要管 要撤了 好 撤了撤了撤了 這裡再補一根 這裡再補一根 這裡再敲一根 有石頭 好 再補一根 漂亮 這個劍塔的細節一直有在做 好 好 後面收村 好 細節拉滿 打工不錯 好 再來 好 這根劍塔可以用修的 待會也要收村 殘血的放進去 多血的亂面修理 這個劍塔也掉劍 修起來 修起來 但是有點殘 殘血的修不進去 好 幹 死掉了 好 弓箭手先點掉 好 後面塔弓先點弓箭手 弓箭手直接吃到後面的劍塔的傷害 OK 前面修理 NBL 漂亮漂亮 這一波打得很好 這一波塔弓優勢又打了出來 後面的石頭礦 蒙古沒有繼續開採 這是他最後一根防禦塔 OK 那現在 殘血在裡面 直接過去手撕 但沒有把這個細節拉好 殘血的殘血的 殘血的沒有拉走 洛馬出來 蒙古這一波漂亮 洛馬過來 後面的劍塔擊火 殘血的村民沒有拉回去 所以現在前線有幾隻都是殘血的村民 但是洛馬直接被射爛了 三隻洛馬倒地 完蛋了 蒙古這一波打得很有壓力 但是現在事件場直接蓋在了NBL家裡 NBL被迫補了一個軍營 待會也要出洛馬 好 家裡 守住 這根劍塔 被拿下 這裡可以再補一根喔 或是這裡補一根也行 好 繼續升叉 現在把對手達裡 當成 香爐再叉 但其實 蒙古人也可以拉村民趕快 來扁掉這些劍塔 但是這邊左邊的村民數有點不夠多 所以要反擊有點困難了 好 直接被繞了一圈 現在村民只能往上走 往上走還有可能被射 好 等到村民一走遠 這樣NBL插塔的成本就會一直慢慢增加 好 家裡的毛病問題有解決嗎 暫時解不掉 馬就 要不要先敲一個 但現在沒有木頭 又拉了更多的村民出發了 好 正關劍塔 應該是起不起來 要取消嗎 好 選擇取消了 因為起不起來的東西 真的有點太硬要 後面的 劍塔 還在穩定輸出 好 再補一根 這裡啊 往後補一根吧 那根不行的 太前面了 太前面了 還沒有一級射之前 補越前面其實越虧 好 NBL 黃金來到200多塊 這裡有蓋四級嗎 要不要買個100肉 點個一級射呢 好 條頓塔弓 最需要的事情 就是村民數量 完蛋 村民數又在下降 蒙古這一波肉馬 又繼續扁 後面這個劍塔 應該是不能取消 但不取消好像 這樣 也是蓋不起來 只能放棄了吧 哇 NBL 我覺得太貪心了 至少要再往後一格才行喔 不然這個連環塔 根本救不起來 這一波被蒙古很好的反制回去 好 這裡開始補 新的劍塔 後面有拉更多村民 這裡放收村 增加一下箭矢的傷害 這個劍塔放棄 村民繼續扁 輸出 讓我們這隻村民被追著射 但是應該射不死 要射右邊才對 NBL沒有在空箭塔 肉馬點掉 繼續輸出 終於學會了NBL 箭塔又往後補一根 他是不是忘記自己沒有點一級射 如果有點一級射的話 他的箭塔蓋的位置是正確的 好 完了 這一波應該是 走遠了 這個應該是蓋不起來 就算了 而且 村民要死很多 好 蒙古這邊也是死了一些村民 好 繼續扁 這裡劍塔又抓了幾村 好 我們來看一下劍塔射死了幾村 這總共劍塔射了39隻單位 24隻的村民 好 再補一根劍塔 對嘛 這樣就對了 連環塔就是要 在這個射程範圍裡面才叫連環塔 不然就只是 是 升叉塔 升叉塔跟連環塔 是完全不一樣的防守能力 OK 連環塔可以直接覆蓋到所有的射程範圍 你在我的劍塔下面也是會被射爛 好 再來一根 這裡可以補一根 這裡補一根 這裡就可以空住這裡的墓穴了 好 但是NBL看到你的這根劍塔 就代表你這裡有更重要的資源點 抓到了黃金 要不要先扁掉這根劍塔呢 好 先補一根劍塔 再抓掉嗎 沒有打算要抓掉 直接拉過來打架了 蒙古人現在經濟有點炸裂 但其實 我覺得防守這個連環塔 最好的辦法還是出工兵喔 工兵數量多起來 就會比較好擋一點 過來插塔的這些村民們 好 家裡這些肉麻抓掉了村民 NBL家裡轉出了馬舅 欸 不是馬舅 這個軍營 用軍營去追 好 抽到了一槍 好 這裡蓋完之後選擇了撤退 這些村民要走去哪呢 一直被劍塔射 但是還好移動中有些劍塔會射的不準 應該是不會死村吧 其實移動中的村民在劍塔射程範圍內是不會有事的 看這些殘血臭門都沒有死 就知道了 好 蒙古決定要來換家嗎 你過來插我 那我也過去插你好了 還是我去人家採資源 有沒有可能 好 ABL又捕了一根劍塔 這根劍塔起的位置不錯 好 蒙古開始在家裡撒農田了 開始沒有辦法就去依靠漁船之力了吧 但我是覺得 既然已經海贏了漁船碼頭多蓋一點就行了 好 現在拉力隊村民過來 NBL家裡已經開始建起了一些劍塔做防守了 好 這裡想要繼續推進嗎 好 放棄了 這裡沒有繼續塔攻 OK 總共在對方家裡建了十一根劍塔 擊殺了27隻的村民 好 但是資源上來說 NBL已經落後非常多了 已經輸了7000左右的資源量了 7000啊 7000 有點可怕 好 那羅馬過來 有劍塔 抓掉殘血村民 蒙古開始秀操作了 好 你沒有了劍塔的攻勢 那就接下來換我玩遊戲了 但蒙古怎麼這邊斷存斷子有點久 這邊是存資源嗎 好 村民直接過來別人 欸 NBL沒有打算放棄嗎 繼續塔攻 插就對了 好 這個礦應該是有點難挖了 除非這邊再建一根 好 最初沒有看到這根劍塔建起來 城堡時代已經點下了 好 這裡直接蓋碼頭 蓋在你家對面 補你這邊的魚 好 但這邊開始出魚船燒了 好 開始注意到自己 海戰輸太多了 經濟完全打不贏 NBL出了一些肉馬 蒙古 這邊 肉馬擋一下 塔攻繼續 那肉馬這個數量應該是 有點難贏了 欸 結果打贏 這什麼情況 啊 有一擊馬鎧 我想說奇怪怎麼這麼坦 哎呀 漂亮了 NBL居然在肉非常極限的情況下 還點出了一擊馬鎧 哎呀 漂亮漂亮漂亮 NBL這邊細節很好 而且還有一隻槍兵在後面輸出 出了兩匹馬 OK 這根劍塔也建起來 哎呀 又有新的礦點來源了 很舒服 很舒服 好 這根插 再插下去 這邊鐵又不能中了 但是蒙古人已經要升到了城堡時代 好 海戰部分 蒙古人是全面控制 NBL現在想要打贏 只有好的辦法 還是要趕快 繼續插塔 或是深時代了 但現在深時代絕對是落後情況 看來可不可以再繼續延續下去自己的公式 這裡只要把礦點給控住 基本上問題不大 因為蒙古人這邊是斷金斷的很嚴重了 所以這裡只要把黃金稍微控制住 就沒什麼問題 那這個黃金雖然現在是控制住的情況 那蒙古人這邊還是可以靠基礎資源做買賣的 好 這裡查一根 那我這裡再補一根 緬環塔繼續下去 好 NBL點下了一攻 蒙古這邊一堆村過來 蓋了TC 直接把TC建在你家 你家就是我家 好 蒙古人點下了清奇兵 血量加成已經來囉 74滴血的肉嘛 封建時代 一上去就這個血量加成 算是變相BUFF也是NERF 你看這個血量喔 上升的幅度也變小了 好 那我覺得現在蒙古人的優勢還是相當巨大的 NBL接下來要守住其實很困難 沒有時代上的優勢 塔弓繼續延續下去 但是沒有這個彈道學 村民的射擊喔 算是比較不是那麼的穩定 傷害也很難打出來 好 但把這些填空下來 算是不錯的一個發展走向 好 NBL待會要遇到的是頭十車來了 42分鐘 NBL還在封建時代 現在要升級上去也很困難 對方的弱馬數量實在是太多 即使有劍塔可能也打不太贏 來了 蒙古的弱馬來了 92滴血的弱馬 我的天 跟一隻大弱馬的血量沒什麼差別 但是發呆 漂亮了 這裡沒有在控 對方用站崗模式很好 但是沒在防守 就不太對了 拉了村民過來想要扁人 但數量變少沒有辦法打 好 投石車 欸不是投石車嗎 沖車 選擇了沖車壓制 好 現在家裡還是像個香乳一樣 真正的香乳玩法 十四根劍塔 好 上方又補了一個TC 蒙古人雙TC 欸 像是3TC開弄才對 那這邊村民也是在造 造東西 好 家裡就不管 我就進攻你家 還是乾脆TC爆 呵呵呵 蒙古TC爆條頓 條頓TC爆應該不太會輸 但村民需要非常多才行 好 這裡趕快點出亮彎塔 兩根塔 防守 好 這是蒙古TC爆沒錯 眼神確認過確實是TC爆 但是他也不用自己爆自己 好 這樣蒙古就有安全的黃金礦來源了 但為什麼他要這樣做呢 MBA為什麼要補這根劍塔 只為了不想要讓對方挖這塊黃金 這根劍塔有他的含義在了 大家可能會想說這兩個劍塔 該這麼近有什麼意義 意義就是這根劍塔他射不到 OK 這個就是塔弓細節 好 有很多小細節可以去注意的 為什麼高什麼玩起來這麼強 自己玩起來好像就沒什麼威力 就是西利國就是一個細節的遊戲 很多細節只要注意的好 這個遊戲就可以玩得好 好 那接下來 MBL 村民處還是對於落後 落後大概25村左右 那實質上村民處差距只差了4村 其他的差距都是來到這個漁船 魚船差距來到了22啊 有點多啊 好 現在遊戲時間 來到了46分鐘 MBL終於點下了城堡時代了 好 這裡收村 好 一級射現在有 所以射起來會有點痛 好 又補了一個劍塔 好 村民要拉出來打架 這裡要補更多的槍兵嗎 好 槍兵出來開打 這隻村民不會死 先補一根劍塔 拖延一下時間 村民在這邊爭取時間中 好 這波防守還不錯 裡面只剩下兩隻村民 再補一根劍塔 劍塔越補越多 你想要猛攻 那我就多插劍塔 這把 這把真的是 非常不正常的打法 非常不正規 應該這樣講才對 好 但是這邊肉馬沒有用這個 駐守陣地的關係 看到劍塔 郭村民就受不了 過去就想要扁 結果損失掉了一些數量 好 村民 現在在裡面 防守應該沒問題了 沖車 投車 數量開始慢慢多了起來 先把這些殘血的肉馬 血量補一下 好 這裡火戰船 開始沿岸巡邏 看能不能多燒一些一船 好 沖車來了 臭民放出來 第一時間集火掉 一台沖車沒問題 第二台應該是有點困難 好 再放出來 可以再放出來了 MBL 這邊要小心投資車 來拍下 說村自己砸自己 漂亮 趕快修理TC 還有這根劍塔 好 防禦劍塔 要不要點一下 有沒有大學 還沒有大學 但大學很難點 再修理TC 好了 再修理這個 瞭望塔 好 大學大學 待會要趕快 從200目點下大學才行 好 MBL 轉騎士了 鋼鐵騎士 條盾要來了 近戰防禦2點 易防等於2點 哎呦 只是用劍塔 反擊了回去嗎 這一波漂亮 但是現在騎士 是 目標不是防守 而是要去打 你家其他的村民 OK 騎士1出來 村民怎麼打都是1滴血 MBL這一波 城鎮中心保衛戰 打得太漂亮了 三根劍塔 逼退這麼多肉碼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時間 那蒙古這裡最大的問題是 這些肉碼 不應該要一直去針對這根城鎮中心 要趕快去打多線才行 他不打多線 這裡就失去了他出肉碼的意義了 反而讓MBL很舒服的家裡 一直營運 好 但這些騎士砍漁船 好 被燒死 好 那如果MBL能挖出一根城堡 這就有喜吉泰來了 這裡補一根城堡 直接控住你這個TC 黃金也可以拿回來 但MBL缺的現在不是黃金 因為他是黃金礦是有控制住的 其他地方其實也可以踩 只是要不要踩的問題 這個石頭其實也可以踩 MBL要不要拉一些臭名過來 踩石頭 好 有在踩 四個人 好 這裡又補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肉碼過來 圍一下 再圍 再敲 漂亮 好 劍塔過來 槍兵過去 拖個一下 硬吃槍兵 槍兵硬身倒地 收村 劍塔輸出 騎士扛線 好 少量的騎士扛傷害 這一波進攻 蒙古人好像放棄了 好 再把他拉回來 好 目前條盾人 喔 來了 終於找到上面伐木工 騎士吃把飛囉 趕快蓋TC喔 開始敲了 開始敲了 好 這裡村民往下走 上面的趕快敲 好 一隻拿下 現在有一攻 打村民只要四刀 再來一刀 好 現在回到這面 這面的部分 NBL 還是有點難受 村民術依舊 沒有領先 51村對66村 經濟依舊是落後非常多 就是塔攻失敗之後 經濟差距就會來到這麼大 所以一般來說 我不太喜歡教塔攻 就算你塔攻能打得贏 也只能打贏 那個分段的人 再上去 你練這個東西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效果 也可以說是 你學了一個東西 是學了你一味來用不到的東西 所以我真的很不想要出塔攻影片 但是還是有會員們 希望我可以出塔攻教學 所以最近應該還是會出塔攻 但是塔攻教學 可能並不是那麼的 那麼的頂尖的教學 我還是會根據 剛加入4E第五的玩家們 去學塔攻會比較好學的方法 所以有些配置 跟頂尖玩家的塔攻配置 會有些不太一樣 好 那回到比賽當中 這邊三台投石車 拆掉了一根箭塔 其實一開始 本來就應該用投石車 去拆這些TC 跟箭塔才對的 用衝車 真的是一個 不太好的選項 人家還是可以有效反制回去的 MBL 這邊轉的東西 居然是奴砲戰艦 居然是想要走回塔攻的路嗎 TC拆掉 投車繼續拆 五台投車 拆箭塔速度很快 根本修不回來 好 好 箭塔一個一個的拆了 這就是我們塔攻其實很好擋的 到城堡時代 很輕鬆 好 那這邊有個細節 其實可以把這個洛馬拉到這個箭塔下面 好 投車繼續砸 好 上方有一波打鬥 MBL感覺要被翻盤了 現在家裡的村民開始受不了了 現在家裡的村民開始受不了了 好 往下拉 哇 沒有抓到這裡面的這四村 好 生女繼續往前了 好 這洛馬數量有點誇張 25隻 騎士回救 還有 首都保衛戰 MBL 還能打嗎 他接下來要面對的是 四台投石車 蒙古的村民處 已經來到了九石村 四TC繼續農 經濟已經 穩定下來了 投車砸一發漂亮 MBL 先手獲得一發傷害 第二發還砸到了洛馬 好 TC輸出 這個箭塔 蓋著起來嗎 好 砸村民 漂亮 再來一發 呦 即時受村 後馬上前 擋不住 投石車要被清洗兵吃掉 再砸一發肉馬 來不及砸出車 後面有一波騎士 招到後排 投車一台兩台三台 正面的騎士直接開打 TC受村 造成了大量傷害 投石車兩台拿下 OK 這一波 前方的洛馬已經送光 這一波 成的東西 射掉了非常多的洛馬 好 騎士繼續擋 好 扛住扛住 用TC去射駱駝 好 這一波騎兵已經 量掉了 但是 蒙古藉著自己的強大經濟 要繼續再打 也沒問題 甚至 帶回帝王師大 可以馬上補下了 現在木頭非常爆亮 但是蒙古怎麼一級農一級木 到現在還沒有點啊 還是覺得 都已經要達到這個時間點了 不點也算了 怎麼覺得 故事故意不點的呢 一個小時內 都沒有點一農一木 好 看來MBL 這把 要輸了 好 現在MBL 目前經濟 並不是那麼的穩定 村民處46村 面對了106村的村民差距 MBL 是不是有點苟延殘喘呢 為何不投呢 還是是因為這把又是投了 會扣很多分 很有可能 畢竟 分數差距差了500分啊 2200分 對上2700分 再要一投下去 分數直接減50分起跳 或是30分 都是有可能的 反觀是NY4 NY4要是這把贏了 分數應該是可以直接賺個 30分50分起跳 非常的 好吃 以日本人講法來說 天梯爽賺分 這把很好吃 都會說好吃 好吃 那會不會覺得好吃呢 我們來看下去 這一把 投車 加上城堡 繼續壓制過來了 MBL 現在有點 徬徬無助 開TC也不對 不開也不對 你開TC 就意味著 你的經濟 沒有辦法支撐 而且你有辦法造出更多的兵去防守 你希望 就算現在出槍兵 也不一定打得贏 而且就算不開TC 也沒落 也沒有地方可以躲 所以 MBL 很難受很難受 這個TC 也很難蓋起來 落馬 一直在砍 這邊蓋TC的村民 沒了 這個TC敲不起來 看來這個換家 宣告失敗 蒙古人 村民處 來到了116村 現在到處都是蒙古人的村民 好 好 現在補一些 駱駝的血量 這裡撒農田 希望可以把經濟給補回來 但這邊要不要圍一下 那好像有圍跟沒有圍一樣 人家還是可以從中間溜進來 好 遊戲時間來到了1小時05分 MBL砍了一些騎士 想要砍掉這根箭塔 好 這裡終於把這隻村民給關起來 這根箭塔就可以拿掉 那有沒有可能會被弦被射死啊 好應該不會 箭塔血量掉的很快 還是跑一下吧 可能會被射死 好躲一下躲一下 MBL在控這隻村民 漂亮漂亮漂亮 哈哈 好 駱駝來了 超過實測也來了 生旅也來了 蒙古人的經濟慢慢掌握回來 黃金開始大爆挖 18村挖金礦 MBL在前面補了一個麻糾 哇後面怎麼還有村民在補魚啊 點魚網都在灑了 好 蒙古突濟也來了 絕望 真的是絕望 好 這裡騎士抓掉火戰船 好這個TC蓋好 但是也沒有辦法正常的營運 講認真的 現在 蒙古人 這邊直接把所有的兵力往前壓制在這裡 也能輕鬆吃掉這一塊 蒙古人這把打得何問 他不想要直接硬上 好開始來狩獵村民了 蒙古人 蒙古突濟 馬功真的是快啊 好上方的村民被偷抓 有看到了 走村 三村 好 挖掉這三村 現在 最後防線 MBL 要面臨 最後的一波 努力修理 MBL還沒有放棄抵抗 那裡村民在挖金礦 但是肉馬一直在砍 沒辦法 沒辦法 好 蒙古人點下了跟蹤技術 火車砸一下 漂亮 能砸掉的話 又可以再狗一段時間了 兩台嗎 哇 剩一滴 蒙古突濟直接硬點 點掉了托斯特 少女開始造想 又抗造想沒問題 擋得下來 好 拍一下 拍打了一些蒙古突濟 回頭再打一下托斯車 殘血兩台活了下來 這一波蒙古 稍微失誤了一些 但是沒關係 他的本錢 可以讓他再失誤十次 都沒問題 儘管失誤吧 有本錢是不怕失誤的 OK 把托斯再修理起來 蒙古人 準備 衝過來了 MBL 不想扣分 分數掉太多 會很難受 如果不想扣分的話 應該一開始 就不應該打 打這個 塔弓才對 只能說MBL 這把有點太 小看對手 好歹也是2200的 好 好 那現在輪著技術點下 現在單刀學 還有5秒鐘 第二次帶好1分半左右的時間 好 頭車摘一發一一換二嗎 我猜一點 蒙古突濟來不及 讓頭子車打第二發 我們這些戰船 風黃燒魚船 有機會逆轉嗎 魚船燒了很多 這波小鑽 但是 村民處依舊是 差距一倍 簡單了 這裡直接抽農田了 中國人 帝王時代以上 可能會帝王炫退 好這裡直接印上了 終於想到可以印上是不是 上了啦 還不上 蒙古人 你的肉2000多爆肉了 直接印上吃完就完事了 要結束了 不要再 不要再防守了 快進攻 MBL大叔了 GG 果然帝王勸退 我們恭喜蒙古人 NY4 拿下比賽的勝利 沒有想到 這些箭塔 十四根箭塔 最後是沒有辦法 為MBL帶來勝利 所以塔攻這個路線 即使是連頂尖高手 也不一定能打出自己的優勢 更況大家去學塔攻時候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這個塔攻教學 我一直很猶豫要不要出 而且有可能出了之後 太多人學會 就變成說新手場都是塔攻 互相差的插序 感覺也是破壞遊戲生態的一環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NY4拿下資源上的勝利 黃金的部分 贏了大概1000多石頭 大概 輸了4000 MBL贏了4000石頭 但是資源是整個炸裂 贏了3萬多的資源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把小訂閱 我們下次見囉 各位掰掰